这是金庸武侠中最绝顶的武功之一 降龙十八掌 他招式简明却又花样百出 威力无穷且又千变万化 最主要的是他的修炼门槛齐笛 哪怕天资平平也能迅速上手 这个蓬头垢面的邋遢少年名叫苏启尔 是这一任丐帮之主 也是这一届降龙十八掌传承人 他手握重拳拥有数千万丐帮弟子 真可谓是海盗无边天作暗 山灯绝顶我为风 然而就这样一位盖世人物 在不久前却也只是一个经脉禁断的废人 苏启尔是广州提督之子 从小坐拥万贯家财 出门必备一摊银票 每一张都价值十万 苏启尔花钱大手大脚 碰见老焦花要饭 心情一好直接甩他一张银票 财大气粗 苏启尔为人不羁醉喜青楼 这一日苏启尔偶遇青楼女子如霜 两眼放光对他一见钟情 出价十万两包叶 不曾想 蜻蜓郡王跟天理教教主赵无极 也看上这位女子 他们掏出朝廷大内的无价之宝 定风珠喊价 如霜身为丐帮弟子 今日乔装打扮 正是未报杀父之仇 当即无视苏启尔 回到房间恭候对方 苏启尔表面嬉皮笑脸 实则早已怒火冲心 一巴掌将定风珠拍成粉末 郡王大怒 使出螳螂拳要训他一番 他不知苏启尔打小习武 行一拳早已登风造极 惨被一脚踹飞 郡王惨遭嘲笑 赵无极怎能置身事外 一身气功杀气十足 将苏启尔的西洋帽飞钉在柱 苏启尔反应过来 眼前人是个绝顶高手 广州提督闻讯赶到 官兵枪械直指两人 根据大清律例 朝廷命官不得出入青楼 今日更是清太祖皇后继承 哪怕他是铁帽子王 也该认法 郡王不愿惹事 今日是他理亏 索性转身就走 广州提督有所顾忌 自然不敢拦他 但两方仇怨种子 已然种下 如双在房间安置人手 就等赵无极进门 将他一举干掉 怎料来人却是苏启尔 苏启尔快人快语 向如双表露爱意 如双不愿跟他多做纠缠 随便编了个借口 带他当上朝廷武状元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 才有资格追他 话音落下 便跟丐帮人同去京城 再一讨贼大计 苏启尔毫不含糊 立马回家智慧老爹 浩浩荡荡往京城赶去 武状元考试分为武士和文士 武士自然不用担心 但文士就有问题了 苏启尔目不识低 广州提督只能消耗银票 200万买通主考官 在考试的时候 递上一个满分答案 武士是举重跳远加勃击 苏启尔一路过关斩将来到决赛 跟蒙古的波达尔多对战 广州提督意气风发 觉得此战毕胜 不料主考官突然还人 赫然变成当日得罪的郡王 而这个郡王 同时也是伯达尔多亲叔叔 广州提督心生不妙 果然在第一轮射箭 苏启尔的箭明明速度更快 力道更大 连靶心都被射穿 可却被告知靶上无剑 首轮祸败 第二轮骑马比试 苏启尔的兵器也被动了手脚 长刀当场被战断 幸好苏启尔灵机一动 用流星锤击落对方 扳回一局 决胜局是兵器比试 苏启尔的兵器不是棍棒就是小刀 对方却是两把利斧 属实没有排面 情况为急 只能抢走对方武器 自制双截棍 将其胖走 伯达尔多自认不敌 竟掏出赵无极偷偷给他的暗器 苏启尔反应七块 背靠地板 以腿还击 独标深深扎入伯达尔多体内 恶心的是 裁判装作看不见 判定可以使用暗器 并认定苏启尔先落地 宣判伯达尔多获胜 拨到尔多上前领奖 但刚走两步 就口吐白沫 晕倒在地 标里有毒 是他所没预料到的 这下 苏启尔成了名副其实的武状元 可是 苏启尔目不实定是硬伤 次日觐见皇帝 赵无极举报苏启尔 逼着苏启尔写自己的名字 这下 可把公子哥难住 只能承认作弊 皇帝勃然大怒 判他一个欺君之罪 但念在祖上有功 没有直接斩头 只是将其抄家 罚他们父子一辈子当乞丐 苏启尔心有不服 皇帝要他当乞丐 他就非得当乞丐吗 自己一身无意 还能饿死不成 结果卖一摊子刚摆开 赵无极就率人赶过来 以违抗皇命为由 当着京城居民的面 将苏启尔全身经脉打断 让他下半辈子 只能讨饭 自以为傲得一身本领被飞 苏启尔至此变得浑浑噩噩 老爹心疼他 但唯一能做的 却也只是去外边 淘几个馒头 谁能想到 当年威风凛凛 堂堂正正的广州提督 如今要跟叫花子抢地盘 但他毕竟年迈 刚入寒冬 就被冻倒在床 单薄的破旧被子 挡不住凛冽的寒风 苏启尔于心不忍 也是在这一刻 他终于舍弃了 以往富二代的骄傲 真正成了一个小叫花 寒风俯裂 苏启尔万万没想到 第一个愿意给他施舍的 居然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如霜 面对旧人 苏启尔没了当初 用十万两包叶的豪狠 只是把脸抹黑 端着包子 带着哭声离去 如霜明白 苏启尔变成这般模样 全是因他而起 转身就找了个由头 把两人收为丐帮弟子 苏启尔颓废 不敢面对如霜 老爹虽然溺爱儿子 却也心中清楚 此时定要给他一剂猛药 他把苏启尔关入暗房 放了数条恶犬进去 立马把门锁上 苏启尔知晓父亲苦心 竟是连几条狗都打不过 只能抱着残破身躯 在千年大树下贪坐 正在此时 一位衣衫蓝绿的黑脸男子 走了过来 正是苏启尔当初 豪赏十万两的乞丐 而此人的另一重身份 则是丐帮辈分最高 自豪最老的长老 红日新 红七公第七代传人 苏启尔懒得搭理 红日新却一眼看出 他天生适合做乞丐的霸主 趁他睡觉 授予他一套睡梦罗汉拳 另一边 他已打入朝廷内部 明日皇帝出游 天理教 顺势改天换日 正说着 赵无极突然发现 躲在暗处的如霜二人 赵无极先天刚气迸发 直接将如霜擒住 丐帮长老侥幸逃走 当务之急 是要选出帮内武功最强之人 担任帮主 干掉天理教 可放眼望去 却无人敢上台接棍 苏启尔经红日新提点 一梦十年 睡梦罗汉拳 已入巅峰 得知如霜被抓 主动站了出来 众多乞丐认为 他不知天高地后 派出丐帮三虎前去扶他 但罗汉身法诡异莫测 三人又怎是对手 只能承认帮主身份 此日一早 丐帮弟子登陵万里长城 苏启尔置于叫上 此行 他要去接回如霜 顺便报当年 经脉尽断之仇 官兵丐帮两方对望 苏启尔等不及 直接朝皇帝老巢跑去 果不其然 张无极已经在操控如霜 杀向皇帝 幸好苏启尔及时赶到 一招罗汉听经 死死贴住赵无极 可先天刚气 着实霸道 一番打斗 赵无极都无需防御 睡梦罗汉拳 也不能伤他分毫 反被一脚踹入空中 苏启尔借势而起 在空中消失半晌 又猛然出现 飞龙在天 神龙百尾 黑龙偷心 整整打出17掌 破了赵无极的先天刚气 可惜 也仅仅是破了防御而已 赵无极得意洋洋 武林绝学降龙十八掌 最后一掌已经失传 不然自己 还真是要允命于此 他一掌击飞苏启尔 杀气化形成掌风 不曾想吹起降龙十八掌秘笈 苏启尔这才明白 原来前面17掌融合在一起 就成了第18掌 苏启尔顿时起身 吞气运弓 一招抗龙有毁随之打出 气功威力巨大 赵无极被打得烟消云散 皇帝虽被救下 可他却有些忌惮 该帮弟子几千万 如果不解散 他该如何安心 苏启尔笑言 若你真是英明神武 能使得大清国泰民安 傻子才愿意做乞丐呢 一番笑谈令皇帝恍然大悟 可惜的是 大清已经没有机会改变了